国外乐队抄袭中国歌曲后,却拿到了格莱美大奖更是一大铺 美国雷鬼乐队搜索,去年拿下了格莱美最下专辑奖的歌曲 却和咱们痛痒乐队的《太阳照唱生气》原定双调了 记得咱们乐队亲自发文吐槽 而这也不是咱们国内第一次被外国歌手抄袭了 今年日本吉英社发布的《鬼灭之刃》最新PV 也被八抄袭我国古证经典名曲《瑶族无趣》 相信不少喜欢西洋乐的小伙伴也曾听过这首曲子 八小节都一模一样,也太离谱了 而《火影忍者》的经典OP《青鸟》也在发行十几年后才被发现 和许非九七年发布的同名歌曲《青鸟》一模一样 这么经典的歌曲确实抄的 不知道打碎了多少人的童年滤镜 韩国人是不是偷都偷不明白啊 去年却被发现剧中世子去世时 屋里挂着大喜子的窗帘和良希被寻找 今年却被发现他们古装剧的背景板 竟然直接放了毛主席1936年写的《青鸟春雪》 而且还有非常明显的落空 韩国组合Keyno也曾经抄袭了张艺兴的歌曲《连MV》 而被网友拿来一比一对比 不能说完全一致,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了 《青鸟春雪》是 Anders月被吹咗开 《青鸟春雪》是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